这里是开吴汤北美时间 2021年7月18号的下午 我们昨天在今天的凌晨 也就是昨天晚上 今天凌晨我们做了一个紧急播报 也就是讲到了一级战备的事 中共颁布了一级战备 那么通过这将近12个小时吧 12小时不到 我们看了一下 12个多小时 整理一下 那么看来是真实的 那么过去 有网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而且大家有些群里面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同时也把中共的过去70年当中 挖出来不是我们说的 我们印象中是一次 他们翻出来大概是总共是六次 加上这个 甚至加上老毛去世 9月9号也算一次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补充 这个一级紧急通告的一个续续续续续里面让大家看到这个中共现在为什么要发一级战备 而这种一级战备基本上是我估计不会短时间内说是两个礼拜 其实短时间内不大可能那个完全撤销 这个一级战备就等于它的一个是演练 因为这种全国性的一级战备是少有的 我们讲的少有的 过去没有 再下去就肯定全国总动员了 总动员了 那么这次的一级战备呢 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 我们讲到叫演习各方面的压力 其实美国在这个时候也基本上开始形成了进一步的 最早的一步就是去年7月15号 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 我们讲那时候讲到一个三角形 围堵中国的三角形就要形成了 形成了现在就是把欧洲、欧美民主国家全部加进来 加进来下一步估计大概是东南亚的国家 周边的东南亚的国家全部给补上来 那样的话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中共基本上我们今天讲这个序呢 就告诉大家基本上这个事情 中共只有两条路 要不一个彻底的投降 一个就是负义顽抗 这两样东西最终归结起来 一个就是共产党垮台 也就是说它无路可逃 它最终的宿命就是死亡 或者是被解体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美国、欧美国家 就是说有人讲你看中共是不是能够投降换取一点 我们讲的已经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就是说人家已经都做好了跟你彻底决裂 要消灭你的准备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序里面我们会谈到一点 也就是美国他们已经做了 已经就是说下了定论了 就是一定要消灭你 要消灭你了 所以没有任何的谈判余地 你只有投降和解体 就这两个要不就是被打的投降解体 要不就是自动的投降解体 哪怕你在搞内部搞军事政变 把习近平弄下去了 结果还是一样 记住啊 这个不是我们要给大家 散呼或者是引诱这情况 大家不懂得文明国家的一个做法 其实这也都是人性 我们讲的啊 你要是不了解一个人性 我们讲过人性五种性质 魔鬼性 植物性 动物性 人性和神性 那么这现在的话 你等于是人性和神性的不动 不是说人性 就是说野蛮性 魔鬼性在和人和神打动 那是基本上是你死我活 共产党其实他早早也就清楚 他跟欧美国家跟美国就是你死我活 既然你都你死我活了 欧美国家就说 觉得你是个小屁孩 喊喊而已 为什么小屁孩 你的经济力量各方面都不够 喊喊而已 现在经济力量上来了 你的工具有了 你能够触及到我了 真的能够实现你那种状态 那就性质不一样 而且你在去年开始用了病毒 超限战 一系列的超限战 包括这个颠覆美国的这种大选舞弊案 间谍案 甚至现在可能讲 美国可能都认定郭文贵是中共的 来捣乱的一个超限战一部分 那郭文贵我们讲的就死了 后面我们会谈到 今天依然还是他这个主题 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爆料情况 那么在这种背景情况下 我们讲到一定要讲到大背景 这个时候不是对等了 对等的时候你可以谈判 现在不是对等了 现在是你死我活 共产党也讲到你死我活 所以美国基本上也已经下定了 这方面的决心了 另外他的武器装备 人员调配 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个来的 而且已经全部到位 全部到位 你想想 等到你全部到位了 你突然来一个说 咱们求和吧 你开玩笑呢 你把谁当谁耍呢 开玩笑呢 那不可能退回去了 所以理解这一点 你比方你都大老远的 带了那么几千人马 上万人马过来 你开始跟你打架 对方觉得牛逼 带了家族几十个人 把你打拍下来 然后你回家动员了 几千几万 甚至是借兵借将 花了钱落了一大堆过来了 然后你说 呀对不起呀 我们弄错了 过去有眼不适台三行 你就换户又过去 有可能嘛 没门 人家几千几万人带了过来 好你原来几十个人 欺负他 欺负我一个人 然后你之后想糊弄过去 没门 那么是行 表面上接受你 但是下面一个 就要肢解你 要不你就跟我 不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反正钱也花了 这几千几万人 借来的兵也好 干嘛来的兵也好 就是要消灭你的 消灭你的 他们目的是 就消灭你的 消灭 所以不在乎牺牲不牺牲 大家记住这一点 那个时候已经跟牺牲没关系了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目标 消灭你 我们今天讲一下 大家再回顾一下 昨天这个通告的全文 然后我们就就此展开一些 相关的后面补充的信息 提醒大家 通告自即日起 2021年7月17号08点 到2021年8月2号的8点 15点前 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自即日起 所有防空示范区 属于一级战备状态 提醒 自即日起 所有未经批准 擅自闯入防空示范区内 任何飞行物 将全部予以实弹击落 而未经批准 擅自闯入者 一律 等同于侵犯国家主权 那么这个里面闯入者 不仅仅是识别区了 估计后面他可能扩大到海军 什么东西 大家记得点 全国的无线电广播 都受到相关部门的控制 必须全时段接听 保证战争动员的指挥 无间隙畅通 各个军队编制 必须做到满员满编 若有必要 还需进行相应扩编 装备到位 武器单要分发到个人 军队人员取消一切休假 停止军队的一切退伍和转业工作 武警民兵预备役全部待命 暂时行动后方响应 物质储备和生产运输 还有医疗保障都执行先军政策 所属预备役无条件 无条件回到所属单位 包括26个导弹导弹旅 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地方做好一切资源后备工作 做好预备役士兵归队准备工作 所有官兵取消一切休假 我们讲的 这个是中共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的 7月17号颁布的 那么这个枪弹发回去 你再收回来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讲到的内外都有这样过程 你包括之前的讲 行政权下放 下放到街道 那么就跟这个是配套的 大家肯定想象 想象不到啊 行政权下放到街道 就是跟这个一级战备是配套的 那么行政权下放了以后 你还想再收回来吗 没那么快啊 刚刚想到他不是演习 过去讲到演习 所以估计这个一级战备是常态化 也许在后面的两个礼拜当中 可能他还说一级战备延长 也就是不是说到8月2号 这个是希望大家了解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回来看看中共在什么情况下 颁布过一级战备 一级战备 我们先看啊 网友拿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一共有六次 一共有六次 我们不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个文稿 一共有六次 他抗美援朝 第一次应该是抗美援朝 又称抗美援朝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 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 当时我们还没出生呢 对吧 在一个当时那个刚刚内战结束 大家习以为常 什么一级战备不一级战备 反正一回事 就是抗美援朝五十年的 1950年7月10号 那就是49年所谓登上天安门 一年不到 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 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 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志愿军复朝作战 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这第一次去说 第二次1958年8月23号 估计是金门炮战吧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 对炮击金门战役 他这一说时间点 我们大概就知道 因为那个时间点有最紧张的 大概是金门炮战 苏万发炮弹不断承动打击国民党军队 也彻底粉碎了美国 企图妄图分裂中国领盟 那么我们先讲 这两次都是一种战争行为 他们都担心美国会打过来 所以他搞了一级战备 抗美援朝不用说 你派兵过鸭绿江去支援什么的金日成的军队 那就是开战 开战的话 他担心这战争扩大 战争扩大 所以他是一级战备 第二个58年他是主动炮击金门 炮击金门的话 那个时候是因为有美国的航空母舰 那个时候应该保卫台湾 保卫台湾在台湾海峡里面护航啊之类的 其实中共就是表示一下 所谓这个意志一样的 因为金门跟厦门是看得很清楚 你在厦门岛台眼能看到 墓眼墓室都能看到金门岛 很近 多少公里 十几海里 我估计大概十几海里 我忘了 具体大家去查一下 那么金门岛台湾 那中间是台湾海峡 那隔得远 所以在金门岛的东边 东边美国帮助国民党在运兵 所以他这个炮弹也就是象征性的 但是他不知道对方什么反应 其实他已经告诉人家 打一打就是显得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我们还有接触 要是不接触 老子不想往来也不行 所以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其实他打是打不了的 象征一下 我们觉得他是象征性的一个情况 都是这样 但是他不知道对方的反应 以后对方反应起来 所以他就要搞一个全国动员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 1969年3月 我们昨天说错 我们说是68年 1969年3月 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 组航道中心县 中国一侧的珍宝岛 实施武装入行 那就珍宝岛战役 入行并向中国岸上众生地区抛击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苏联洋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手术 就是核战争 在这样情况下 中国深挖洞广结量 全国启动一级战备 这个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也知道 波罗列夫要和平中共 这个被美国制止了 所以这是69年3月 随后70年就开启了中美建交的序曲 我们讲的序曲 接触下来 救了中共 第四次76年9月9号 老毛去世 这个是大家知道 老毛去世对中共来讲 专制独裁奖老头 总帅死了 下面是不是稳定不稳定 那个一级战备主要是针对国内的 不是针对国外的 是针对国内 他表面上好像害怕外界不是 是针对国内的内乱 包括司令帮他们底下又开始干的 所以他让了一级战备 一级战备以后呢 他有一个特点 向心力 就是所有的人员都集中 向往着他 所以别人搞叛乱是不行的 也叛乱不起来 大家理解这一点吗 那个就是算是分裂了 所以往往这种专制独裁 这种明白能在这里面搞一级战备 大家有一个向心力 向心力就是不会分散经历 否则一搞动断以后 大家就分散了注意力了 所以他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是第四次 第五次是1979年2月3月 那就是跟越南自卫反击战 这也是一个战争状态 自卫反击战他为什么搞这个 他是怕北边的苏联进来 大家记住啊 那时候我们的堂兄 那时候他们是原来下放的 就知道说在那个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回城了 因为共产党还没开始拨乱反证了 还在内部调整权力争斗 也就是76年到79年 是共产党内部高层的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 在调整 一直到自卫反击战打完 那么他把军权掌握手了 后来才开始打刀扩斧的 包括79年的什么改革开放 这里才开始 其他的只是一点点运动开始 我们讲 所以那时候他们看到 大量的那种军车兵车 在北边东北那块 来了往往运送的 那时候他们准备了防止苏联 因为苏联跟越南有一个友好条约 有个友好条约 所以你这边把越南如果是打狠了 那么苏联就要出兵了 所以中共就是打到这个梁山 梁山下面是一马平川 全是平原 你就不能 他就没前进了 如果再下去拿河内是很容易 但是你要是拿下河内 苏联就从北边入侵了 这个是他们那个协议的 我相信是个协议的规则 所以中共一直喊 我们要惩罚惩罚惩罚 所以打下梁山以后 立马就后撤 瞬间就后撤 他如果再不后撤 那边苏联 前苏联的军队就从那边 那么阿富汗战争就没有了 跟中共的战争就打起来了 随后后来阿富汗战争就起来 打了起来 把苏联给拖垮了 所以大家看到 这都是危急时刻才有什么 一级战备 我们这样的话就让大家更能理解 什么是一级战备 一级战备 那么反过来就讲 现在在颁布 这是第六次 还有六次 总共这是第七次 前面 第六次查一个 1996年3月8号 三枚地对空导弹 以一小时一枚的间隙 从福州省喷火而起 预定目标区 以为台湾南部港口 城市高雄以西 47英里处 这是第六次 那我们今天看来是第七次 96年江泽民的时候 搞这个演习 想的 结果这不是中共就讲 不用担心 出卖了空军指挥学院的 一个院长大概是台湾 李登辉他们就是算是被收买了透 后面那个人叫什么民众忘了 后来被枪毙了 那么透露信息说告诉大家这是空包弹 不用担心 所以李登辉那边洋洋得意露出来了 没事 他们打的是空包弹 这句话就露出来了 这一露出来 共产党知道有人出卖情报 然后后续再破案 再找出来 所以这个是96年 因为他往那边打 他是试探型的 不知道对方反应怎样 如果对方反应激烈 可能就要开战了 所以他也做了一个一级战争 战备状态 这些过程当中 说明什么 第一点 说明这个一级战备 是双方已经没有互信 跟没有 他是做了一个 至少做了一个预防性的 只是看对方的反应 防止对方反应 因为对方反应激烈 过于激烈 将计就计 这么开展起来 他就直接对战争了 我们讲的 所以如果说是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在这个时候 我们认为他是 做一些战备的准备 或一个测试 那么希望大家理解 这个一级战备的意义 一级战备 还有一个呢 他一级战备 过去呢 比如说北京 开什么两会 开什么东西 他是北京地区 一级战备 记住 或者是全国 那个武装部队 一级战备 那个是防内制的 防内部发生动荡 之类的 他也要发一级战备 那么只是涉及到 军队系统 军队或者是野战军系统 之类的 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随时待命状态 一级战备 其实就是随时待命状态 说白了就这个 这个 那么所以说我们讲 中共在这个时候 肯定是要有所事情 有所事情 是不是要想办法 解放台湾 进攻台湾 不排除 如果中共要直接进攻台湾 那么大家解放的日子 就来得快了 我们提醒大家 来得快了 我们昨天也讲到了 中共大概也就这么段时间 有这个机会 下面下去以后 机会会越来越少 因为欧美国家 全球的力量 在越来越融合 越来越紧密在一起 而且目标 只是针对中共 而且全球这样的集结 成本越来越高 成本越来越高 它不可能就是 让你随时随地消化掉的 你不能说 人家大军就压境到这边来了 你说我一投降 人家就算了 那你能让你赔款 你又赔不起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记住这一点 大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全面战争的边界 那么这个全面战争 对中共来讲 就是一个垂死挣扎的 一个边界 垂死挣扎 那么这种战争 只要一开打 一开打 中共内部可能就会发生分裂 因为它地域广泛 制空权益没有 尤其是制空权没有 南方各个省市 可能就会相继独立 我们提醒大家 尤其可能还有一些军区 也会相继独立 比方他这个战区 那个在北部 南部什么战区 那么作为习近平 他只能抓住 他的所谓的身边的亲信的 一两个亲信 一两个和两三个亲信 就全球 因为他没有制约能力了 制空权一失去以后 那么对方一投靠 有制空权的 对方力量就如虎添翼 也就是说 比方说西南军区独立 西南军区独立 那变成国内的军阀混战了 是吧 军阀混战 然后他就会投靠欧美国家 比方投靠欧美国家 在制空权的主导下 那么习近平那些嫡系 过去所有所谓的优势 就不存在了 稍微动一动就会被灭掉 大家可以看到萨达姆 侵略那个科威特时候 完了以后 只要美军一开始上线 在科威特一登陆 登陆上去 你像那种登陆上去以后 萨达姆再投降 已经没用了 他说我侵略完了 我就赶回来 已经没用了 人家武器装备都上来 这么大的成本 这么大的东西 那就是说 一定是消灭你的 所以他那时候的优势 就变成弱势了 大家 他对科威特是优势 美国加持在科威特身上 那等于他对了美国来讲 对了欧洲北约国家来讲 他就是一个弱势 这一个弱势呢 基本上就是 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那么那个时候大概 全国各地 可能就是纷纷的 所谓的起义 我们讲到 起义就纷纷就开始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一部分的上半部分 下面我们看看 国际上是不是有 这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要消灭中共的趋势 你看一眼就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中共要搞一级战备 而且他现在的所有的政策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不顾死活的 在进行最后的垂死争打 包括数字货币也好 供销社也好 还有这个权力下放到基层 都是房子 权力下放到基层 是房子 地方在捣乱 地方在出来一些 闪避游泳的游击队之类 他就麻烦了 但这个东西 确实是挡不住的 所以我们告诉 现在的国内的基层干部们 这是你们最后立功 受奖的时候 如果说你们不相信 还听了共产党的话 走 我告诉你 你跟着他起哄的时候 随后在共产党 失去滞空权了以后 那么你们这些人 就会被地方的民众 给脑袋拴在城门楼上去了 可能都会干掉 提醒大家 这个是一点不是 给大家恐吓和谎言的 因为大家都憋了气 没有杀气的对象 人家杀不到习近平或共产党 其他高官身上 一定会杀到身边这些 作为他们的狗的 那个人员身上 那么谁是作为他狗 那么就是基层的这些 街道干部 记住 街道干部 基层的公检法人员 千万记住 还有城管 我告诉你 城管那帮人呢 也误何之中 随时也会反过来的 但是呢 这些人都是杀气的对象 还有一些邪警 大家别以为 那个时候你们牛逼 年轻人凑得起 到最后民众上来 那个时候大家就不管了 因为没有人去追责了 就会把你们往死里整 我告诉大家 割脑袋干嘛情况 砸死 那是很正常了 然后这样的话 才能把你们这些 在共产党情况下 聚集起来坐鸟收散 坐鸟收散 这个是 然后地方就会开启自治 当然这个自治是有一个过程 然后也可能你们还会 就计量再重新翻覆过来 回过来这些地方 再开始形成力量 开始反击 那么形成自治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和过程 我们提醒大家 好 这是续的上半部分 我们下面 再讲第二部分 OK